拉前欣賞 下次我們一向有一個封印系統 可以播出出來 其實今天大家應該看到我們二廠 8899鎊林光正幸虧 星期六去了旅行 星期六我就會直廠IFC 因為有網友本身 去和理冷占嗎 不是 我有網友 原來我們的網友真的很誇張 那個玩家 我們有網友在IFC 我要很細聲,免得寫錄給人家 有一間過萬呎的全海警辦公室 大家可想而知,IFC裏面是金融的 他將會收縮三分二 為何會收縮 作為我們啤梨晚寶的聽眾,當然是聰明 正所謂贏就谷,輸就縮 做生意,我們去展望、展望 將來,他們都說氣多威了,要熟一熟 於是,他們就說,有很多傢俬要去我拿 我心想,媽媽,其實我們兩個寫字樓床一床 而加起來,實用面積都不知道有沒有600呎 拿了多少個傢俬 但播了一些片段,我看了一大鎊 原來人家做生意的那些 只是外面的椅子,不是寫字樓,不是房間裡面 是放在外面,給你那些石頭錯的椅子 媽媽,你媽媽,六、七千元一張 最便宜的那張 而且,他們基本上是沒有錯過 因為都請不到人過,那麼多人 你快點來選,我今個星期六會去選椅子 我今個星期六會去選椅子 喂,我們看椅子,不能說那麼多 那些漆頭,明天早點下來,不吵你,媽媽 喂,我們看椅子,不能說那麼多 那些漆頭,明天早點下來,不吵你,媽媽 但是呢,選椅子後,我當然會叫車,我不會自己搬 叫車,就載到我們 然後呢,我下次要開茶會 好多忙啊,雙方星期六 好了,接著呢,我們就應該在我們下星期 下星期,那個禮拜呢 我們的contractor就會跟我們 搬了我們的直播機過去 那今天我真的很興奮 因為我們的新studio,將會為全球華人提供每日 可能超過三小時 因為我們比你滿多三小時 的直播節目 好了,那我們的studio呢 就是我今天在看,我可以想像到 可以想像到 可以想像到 第一,我們會有廚櫃 我們整個廚櫃呢 我不能夠響那個贊助商的名字 因為贊助商說呢 如果讓TVB知道 他寧願贊助我們比你滿足的效果 是比贊助TVB的話呢 始終他們做生意的人 雖然你擔心TVB都玩了 但是做生意的人就不想得罪 只是那個廚櫃,價值六十萬 OK,好了 我們既然有一個價值六十萬的廚櫃 我們當然會在這裡煮菜 OK,你說如果這樣看 林匡正煮菜 林匡正作為一個專業的廚師 是比較悶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follow 林匡正的Facebook 他有時候會無端端 這陣子少一些 因為我們要做 那陣子就做一些直播 他會無端端做一些 自家製牛扒 又自家製不知炆豬手 自家製鹹魚肉餅 他會鋪出來 不知道是騙還是騙女 讓那些女生 原來林匡正 怎麼會這樣煮的 我不知道他的心態是甚麼 不試一下 好了 我未吃過他煮 好了 我當然會去下廚 因為我要這樣說 其實我家裡不需要我 我現在是52歲 洗米我都不需要 其實我真的不太懂得洗米 有些人用米也不洗一瓶飯 對 這樣就不行 但是有些人洗完米 說要用洗米水來敷臉 對,來洗臉 對毛孔比較緊緻 是嗎 是嗎 這樣說 我洗完米又怎樣下水 我想這是經驗 是 但是我仍然覺得 我是天生式煮食的人 為甚麼 很多時候我都去看YouTube 看菜單 但我煮出來的食物 永遠都很好吃 不知道為甚麼 連我兒子 我偶爾炒過公仔麵給他 他都說 爸爸煮食好多 比媽媽 他媽媽或者他媽媽 是專業煮食 有時候沒辦法 這些是天分 是天生的 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女人很淡味 經常怕濃味 沒有那麼鹹 有些人覺得淡味才好 但小朋友 我吃啤梨吃東西 我這樣吃 我當然敢煮 大鹽、大油、大糖 大味、濃味 這樣試過 小朋友是 小朋友就覺得這樣 小朋友以前 有些小朋友喜歡吃炒飯 為甚麼 我看見小朋友 多加點味精便好吃 是… 不是 真的 吃東西要好吃 但老了 你長大了 一喝味精 要喝太多水 難吃不行 不是 其實我要這樣說 出來飲食界 做生意 那些人經常說 強調甚麼甚麼 沒有味精 全部按夠 有沒有味精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好吃 嗯 好吃 你下味精 都不要緊 你如果不好吃 你不下味精 就甚麼媽媽送了 因為做生意 就是要好吃 他才會出來吃 他才會回頭 他寧願一邊吃一邊喝水 OK 當然呢 去年老的市場 有些不同 他們不吃得那麼濃 但他們也不吃得那麼多 即是不會那麼多 外出吃飯 所以香港飲食 把口丟和米 即是很公平地說 其實香港飲食界的水準 平均來說是高的 是啊 是很高的 它的調味和怎樣 只是食材差 即是我們經常在這裏 食材差 你租貴 是啊 但平均水準是高的 而且肉距離差 五風行裡的肉都是差 那你有沒有辦法 那你有甚麼辦法 那你本身五風行學 現在的肉是不行的 是啊 那你的食材不行 其實師傅是怎樣的 但是競爭這麼大 香港人的調理 每個人都很厲害 現在一出去 譬如我們去日本 去馬拉吃東西 其實有時候 老實說 問心那句 我們當然賺到 賺不住口 其實問心那句 你再問我 我上次也說過 馬拉也好 大菜去做法的功夫 是不夠香港的 是啊 但是就吃材人的 沒辦法了 那你牛奶油煮熟 你怎麼吃 都好吃 那你有甚麼辦法 那些就OK 好了 那我們當然有了 因為我們是很flexible 因為我們是很flexible 因為我們的創意 除了有我們的operator 在那邊之外 基本上是整個space 是開放式的 變成我們啤梨晚步 又可以在那裡做 一般開放 我坐一張桌 一邊把梳化下來 當然我要去買梳化 當然可以做我們 從來最想做的新節目 暫名 叫華燈夜總會 為甚麼華燈 所謂華燈初相 以前也有華燈 現實生活 好像有 好像是 華燈夜總會 那這是一個 是否一定是色色 不一定 但一定是一個 軟性的 訪談節目 暫定是每一集都有 不同的嘉賓 OK 當然 有嘉賓 有紅酒 有雪茄 一定有女人 但從來都不適合你 紅酒食家 一定有女人 不是 老實說我的可塑性很高 我一投入了演出 我便可以了 是 你想想 只想想 一邊喝紅酒 一邊吃雪茄 一邊放假 聊天 又有女兒 只是很簡單 現在 塔哥 當年 在登哥的台裏 給巴拉莎的一吻 只是那個都成為經典 是啊 如果在我們的新節目中 還可以一吻 那麼簡單 你直接拿一條追著去打飛機 要 對吧 我們一定沒有底線 一定是去到盡 這個節目我們積極考慮會推出 當然有很多其他節目 但記住 我也是堅決 我不打算形成一個頻道 一個台 都可能是一個星期會多 一兩個 兩三個軟性一點的節目 在軟性的節目裡面 其實都是離不開 香港到今時今日 發展到今時今日 我最重視的其實不是政治 是人民精神 人民關懷 其實香港人 活得很苦 我覺得 是 我一看到那個studio 當然最令我期待 因為我們上面是裝了四條通 有些人不知道是甚麼 那些其實是電通 是 我已經是指令了我們的同事 找一天我們跟他們去鴨條街 我們不去淘寶 我們去鴨條街支持本土 買那些七八十年代轉轉行的燈 那為甚麼呢 我只是想起我們 我都一二次 好像一百貨 我們再歌再舞 我們平時在唱歌跳舞 其實我們是不害羞的 為甚麼呢 可能我們的技藝 我的聲音問心那句 我是不及陳寧訊的 但我自問我一定比黎明和劉德華 你說我的樣子 我現在比較胖 老實說 難道我的樣子 醜了就不算 不是我們這樣 我們是認認真真 在那裡 真是把我們的才藝顯示出來 我現在的新人有兩個才藝 第一 就是唱歌 第二 就是朗總 這兩個才藝在這裡 是有一個很狹窄的空間 到時候不是 你能否直接 噢 你有沒有一個麥克風 我現在又試麥克風 喂 只要你打關斗也行 那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老實說 如果 你們說 有沒有搞錯 我記得我當年 1988年在我舊公司 用錄音 錄了盒帶 錄了四個小時 自己又吹水 又插一些歌 然後就在我公司開OT的時候 播盒帶 我看看他們有甚麼反應 他們聽了兩三個小時 是報迷事 一人 都不說 今晚電台這麼奇怪 這人的聲音 這麼熟 說話不回答 不回答 都還未醒覺 因為始終不是集中精神廳 都是在做事 那我一個人 既然可以搞一個電台 那現在他們只有兩個人 不用多 就這樣 在做歌唱節目 時事報導 娛樂節目 甚至乎當時我們的廣播劇 甚至乎 扔到微電影 都做了 但我們絕對不會反轉 最多是找女兒 對 微電影很棒 微電影當然很棒 尤其是 我們也可以找到 新科議員 舊拍檔史提 他曾經… 演藝界 出身 他曾經做過變態佬 他那次仍然做得很好 但當然我嫌他 是不想成功的 但他是當臨時演員 出身的 他始終都是臨時語言 對 到現在也是 他始終是臨時語言 他唯一一次做主角 賣在M.I.H.E.那裡 他做強姦犯 對 他是不想脫脫底褲來強姦人 太不知了 他不想脫脫你了 他媽媽 在那裡 勾勾那女兒 穿著褲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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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可能 你會脫脫底褲去強姦人 就是 神經病 這是不可能的事 好了 我希望大家繼續密切留意 我們 啤梨晚報 或者啤梨頻道 在我們二廠正式 或者我們二廠正式行走之前 我們裝修了這裡 是 我們會搞開放日 OK 以前我記得我們舊台開放日 那些人都走來走 很大 很大 大家放心 來到我們這個新台 一定不用走來走 因為一眼看了 沒有空 你走進來我們寫次樓 一眼看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走去 很期待 走去二廠看 一打開就沒有人看 完了 但是這些這麼小的地方 想不到 將會在2020 或2021 一段長時間內 一直陪伴著大家 OK 我昨天看到神駒 他們很開心 成為萬人台 OK 是值得的 當然要從節目質素來說 我們一開始都不覺得 我們會成為萬人台 但是現在 我們已經不滿足於一萬 或者二萬 OK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支持我們